早年台湾中南部偏乡 感染C型肝炎者众多 78岁的阿祝伯 三年多前就检验出感染C型肝炎 但由于不痛不痒 一直没去理会 直到附近诊所转介来 西肝外展门证 才发现肝癌已悄悄找上它 感觉都会太爱睡 我只想说有问题这样而已 是没感觉怎么样 工作也只想我自己做 这样而已 整个地方都不是 如果没感觉怎么样就好了 医院治疗的族群 跟在乡下地方的这些族群 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去思考到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门诊 延伸到比较乡下的地区 如果我们能够把门诊 拉到在地的话 专门把这一群可治愈的病人 拉出来治疗的话 实际上相对来讲 我想是对病人来 当地的病人来讲是一件好事 经过详细检查后发现 阿祝伯的肝脏右边 有一颗约1.5公分的肿瘤 抄写报告也显示 C肝病毒量高达2万9千7百 且肝功能指数121 约为正常值的3倍 因此肝胆肠胃内科 曾国之医师 立刻安排阿祝伯 接受电伤手术 解除肝癌的威胁 在开始接受C肝口服新药的治疗 开始接受的时候 第一个月就给你验白毒 就没有了 曾经说要你必要证书 结束的第三个月也是没有白毒 时间也给你治好了 肝癌现在也没有了 你有肝癌还有肝癌 这就要定期三个月 再回头做签 在吸肝外展门诊的帮助下 阿祝伯幸运地化解了生命危机 随着医药不断进步 想要消灭吸肝 挥别肝苦其实很简单 只要积极接受肝炎衰减 早期发现 早期症疗 就能轻松享受回肝人生